嗨大家好 今天的这期视频 与大家分享我的小菜园 我呢有两个小菜园 一个是阳光房里的小菜园 一个是户外的小菜园 种花种的好的人呢 种菜也不会差的哦 今年的蔬菜收获 从3月份开始就没有间断过 菠菜各种沙拉菜 一直吃 吃完 进入7月以后 就开始到另一批蔬菜的收获了 蔬菜都挺喜洋的 规划上番茄呢 它要见光 那我就种了那个矮的荷兰豆 然后呢 拐角边角的地方呢 种上西葫芦 它就不影响 因为荷兰豆呢 生长期是有限的 这些豆呢挂完了 它就败了 那这片中间的这片呢 我就会清空 番茄呢 就能接触到很好的阳光 包括莴笋也是 南瓜呢 种在侧面的地方呢 是可以有限的 利用这个柵栏进行攀爬 全部就是种上南瓜 南瓜洗光 然后这个光照也挺充足的 今年种了黄南瓜 还有白南瓜 不是体积特别大的 也大概就是 相当于一个橄榄球 这样的一个大小吧 南瓜保质期比较长 这个四季豆呢 是矮植株的 就是罐斧不会超过半米 能挂很多的豆 不用爬藤 外围的这一个侧面 这个地方 我就种了这个黄羊 这边都是我的千叉苗啊 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呢 反复的修剪 长得挺宽的了 已经超半米宽了 然后这边都已经超过这个柵栏了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 自己的菜园子美观 可以适当的做一个规划 利用这个植物的生长习性 然后利用你的种植空间 做一个合理的搭配 菜园呢 才不会看上去脏乱差 因为菜园真的是蛮影响花园的整体美观的 这里边没有东西 里边堆放的全市邻居冬季给的草木灰 冬天的时候我就用上了 冬天所有的图表当中 我都会撒上一层 让这个图表进行一个消毒 过多的草木灰呢 会让土壤碱性化 这个是蔬菜种植或者花卉种植当中 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喜欢的 所以要适当的使用就是很好的肥料 家庭种植因为都是有机的 自己吃的 所以呢不需要喷药 日常正常的养护就好了 要是做好了 就每天都有新鲜蔬菜吃 那也就够了 后期养护中的要勤修剪 学会控枝控芽打侧枝 给它进行固定 花些时间和精力 看到有虫 牙虫我都是用手撸 或者是用水葱 也就是勤劳一些 多花点时间和精力 这要保证的每天 要有新鲜蔬菜吃 非常自主了 我的小菜园种植 一直遵循的这个原则 然后也从没有让我失望过 这么多 然后看看我的这些 荷兰豆 这么多 成熟的飞块 没有天都可以摘 看这已经串得老高了 然后番茄呢 也开始挂小果果了 豆角呢 也准备了 再开花 莴笋呢 已经吃了很多餐了 这么出一个大窩悬 开花之前都来不及吃 然后也送了些给朋友 我的韭菜也不停地割 不停地割 朋友问 那你的这个 那你的这个菜园 为什么没有鼻涕虫 看我们装了一个 Snecken Tom 就是鼻涕虫柵篮 然后沿着一圈 我的整个这个 小菜园 沿着一圈 外边的鼻涕虫就爬不进去了 Snecken呢 在德文里面 它就是蜗牛鼻涕虫的意思 然后Tom呢 就是柵篮的意思 每家的朋友 英文查询的话呢 那就麻烦大家自己找了 因为德文里面 它就叫Snecken Tom 具体的英文叫什么 那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Snecken Tom 在菜园的这一圈 装上以后 就是能很好的防止 外边的蜗牛呢 爬进去 这个Tom的设计 最棒的地方 就是这个内沟凹槽 当鼻涕虫 从花园外边 想爬上来的时候呢 它会沿着这个地方爬 爬了以后呢 过到这个凹槽的地方 它就转不过弯来 它一旦转弯 它就会掉下去 所以呢就能很好的防止 这个外边的 鼻涕虫或者蜗牛 往里爬 但是如果你的花园里边 本身就有一些 鼻涕虫或者蜗牛 或者堆肥土里面 就有鼻涕虫或者蜗牛 那要是看到菜叶 有被吃的痕迹呢 那要及早的清理 这样后期才能 很好的减少这个鼻涕虫 所以并不是说 装了这个以后呢 里边就没有鼻涕虫了 只能保证 外边的鼻涕虫爬不进去 而里边有呢 还是得清理的 种菜的 这么多年来 这个Snicken Town 帮了很大的忙 在这里可以大家 做一个推荐 关于南瓜 像这个带着这个小球的 有小南瓜的 带着小球的 这个就是母花 那个公花 那边 那边那个小南瓜 如果那个母花 不被公花 受粉的话呢 那就是很难挂挂的 然后这个公花 简直是稀有之物 就是对南瓜来说 这个呢 估计没有受粉成功 后期肯定就挂挂挂不了的 看我种了那么多棵苗 现在只有一个挂南瓜了 这边也不知道 有没有受粉成功 那个也在开了 南瓜的公花 通常都是早上开 公花还是挺多的 但是最近因为降温了以后呢 它都很难打开花瓣 而且它开花的时间 都是在上午 中午以后呢 基本上花就凋谢了 或者下雨天 它就不开花的 有太阳才会开花 所以植物界的这个 生长习性还挺神奇的 公花再多 如果它不开 母花没有办法受粉 也就很难挂挂 不过最近德北嘛 现在才刚刚开始 进入南瓜的生长放生期 所以不着急的 这些公花没开呢 也就耐心的等 不用担心 它现在哪怕就是 不停的长慢长慢 只要前期做好了 这个正常的养护 也就够了 以前呢 如果看到那个 公花盛开的时候 还可以人工授粉 就公花母花同时开的时候 可以人工授粉 那现在都不需要 能挂多少就是多少 去年我接了十几个南瓜 存放了半年 挺好的 那今年的蔬菜园呢 我不想种太多的菜 也就是够吃的量就好了 因为南瓜的保质期特别长 所以呢 今年就选择多种些南瓜 这个南瓜呢 如果我想让它多点藤蔓的话 最多保留一条紫蔓也就够了 所以呢 其他的侧芽都不需要 都可以打掉 只保留花 你看像这个公花 准备要开了 变长了 所以种植有时候也是要听天由命 因为最近德国的七月初开始 每天下暴雨 狂风 施虐 天气夜间又降温的特别低 这些蔬菜呢 是洗热的 所以又开始进入了 短暂的生长缓慢期 这也是很正常的 像这个的话 我要在这个地方 要给它牵引了 种花种菜一点都不难 就是靠勤劳 勤劳呢 就养护的好一点 像我呢 不管菜园子还是花园 我都喜欢干干净净准准准准 永远有干不完的活 蔬菜园 如果种在全院的话 那真的是 有损整个花园的美观 如果你也喜欢种植蔬菜 那一定要种在阳光充足 不是特别乍眼的地方 隐忍而已 无所谓也就无所谓了 种得开心就最重要 不管菜园还是花园 我都个人喜好 工整整 特别干净 杂草在我眼里面 真的是不能容忍的 几乎每天 看到就拔 看到就拔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手指干活多了 这个手指 都已经不是女人的手了 那这些侧子侧蔓都得打 为了控制它 养分不至于过多的消耗 这个豆角 还有荷兰豆呢 都不需要提前育苗 直接递拨就好 就是温度够 夜间的温度 也保持在10度以上 白天温度20度左右呢 就可以直接递拨了 不需要提前育苗 像番茄和西葫芦 还有南瓜 这些呢都是提前育苗的 因为德国天气太冷了 提前育苗呢 也就是雨时间赛跑 要不然的话呢 蔬菜还没能采收 冬季就来了 这三颗西葫芦 从下周开始 只要天气一给力 7月份 那几乎每天能收上 五六根不是问题的 前两天呢 这个荷兰豆还不能摘 今天开始正式的进入采摘期 目前呢 就是我跟我的小闺女在家 菜真的吃不完 然后这些是我的大蒜 萨拉呢 是我闺女买的苗 多出来的 然后再利用大蒜的气味 给番茄防虫 它们就形成一个partner种植 你看像这一个番茄 它挂果已经在这了 然后呢 它顶端这里还不停地冒芽 像这样的芽 顶端的这个芽 是可以打掉的 那养分呢 到这就停止了 那养分到这停止了以后呢 就会集中的供给这个番茄 这样后期的番茄 才会长得特别的大 像这些顶端的 它还在冒芽的 就把它打掉 或者是甚至这些果 已经打不开的 那这些都可以把它剪掉 然后呢 这些杆也是在消耗养分的 那这些都已经不挂 不挂果了 那这种就可以打掉 做的细致的话呢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活 是做不完的 一定是遵循有机 有多少 吃多少 西葫芦的种植精灵改用 捆绑的方式 让它往上生长 后期生长呢 就不会占用过多的土地空间 叶片保留8到10片叶 比较小的空间 然后让它挂更多的瓜 因为它后边这个叶片 是相当巨大的 非常大的叶片 不清掉的话呢 它很容易形成空气对流差 然后一浇水 土壤当中的这些真菌包子 就会由下往上蔓延整颗植株 白色的这个不是真菌感染 这个是这颗品种的问题 在这里要说一声啊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这个 西葫芦的品种问题 空气的透气性 也就会让整个花园 包括整个植株 看上去也更健康一些 花园整洁 植株健康 现在来看阳光房里的苗苗 昨天呢 给好朋友两根 大棍一根 今天刚好家里有朋友来 然后呢 这几根我就可以采摘了 现在再留一留 每一个节节上面都有瓜 都有瓜 那个叶片 看这么老大了 然后下面的这些呢 当瓜瓜了以后叶片充足的情况下 下面的这些 这些大叶子就剪掉了 不要让它抢过多的养分 看都是瓜 明天我有五根黄瓜可以采收 全是瓜 全是 每个节节都是瓜 没有没有瓜的啊 我这个黄瓜去年 这四颗苗都收了三百多根 今年的这五颗苗 我估计要收五百根都有了 看全是瓜 准备又到顶了 要开始下边采收 以后继续落蔓 每天需要做的就是要控牙 那下边 我有做过视频的 这里不多讲了 当这个小黄瓜 这个姐姐呢 有一大一小的黄瓜 所以我会把小的抹掉 保留大的 足够了 因为留小的也没有用 然后的话呢 像这种 每个芽点处 有一个分支的 这个紫瓣的 都是要抹掉的 还有须 黄瓜须 这个是第一品种好 第二个是呢 会控牙 会修剪 一颗苗上面 我现在有20多个小黄瓜 然后呢 这个高度呢 已经到了我这个 一米六左右的高度了 那下边的话呢 黄瓜一收 我就开始落蔓了 看我这个黄瓜叶 叶面 绿油油的 巨大的 如果这下边的黄瓜呢 不收的话呢 它叶片也是在墙墙分的 挂挂的地方呢 就保留一片叶 然后让这个叶子 树松养分到这个挂 这个带瓜的 这个这个姐姐 叶片是不剪的 是保留的 剪瓜的时候呢 再剪叶 选对品种非常重要 后期种植 真的是减少很多很多的烦恼 这是Puffy line的种子 因为我去年做过一期 非常完整的视频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链接 我的番茄 去年这个种植 这个小巢里面 我种了六株苗 今年痛枝在四株 那培育的十几个品种呢 我就分开的里外种 然后这里边呢 当然会相对种的好一些 现在长势呢 已经长到了英里六级了 每天呢 需要做的 请缠绕 然后要打掉侧枝 这一根组织上面呢 只分岔出一个侧芽 组织加侧芽 两只芽就够了 然后下边的这些的话呢 当叶片足够多的时候 下边的叶子就要打掉的 我前期几乎是在养根 看过视频的话 我就知道 今年2月10号的左右呢 剥的种子 在室内培育的苗 移栽的时候呢 就要生埋 前期就是完全的养根 然后当到后期生长 特别旺盛的时候 再进行那个剪枝 剪到下面的这些 大叶片老叶片 保持蜘蛛间的空气对流 不要过于密集 要不后边就容易生病 每天浇水 浇水的时候 不要浇灌到这个叶片上 避免这个土壤跟叶面的接触以后 产生感染 特别是在炎热夏季 浇在土壤上 保持土壤的湿润 因为番茄是浅根的 番茄还有这个黄瓜 都是浅根的蔬菜 它们的根都很浅 都在土壤上了 辣椒可以 辣椒可以 看到芽层呢 我就会用水喷 用高压水喷 辣椒是可以的 但是番茄不行 出太阳的时候 洋光房里面的温度 还是挺高的 黄瓜呢 是真的很洗水的蔬菜 所以也是每天得浇水 然后莴笋呢 这一批呢 全部都吃完了 然后这是第二次育苗了 然后户外也有 室内也有 这一根莴笋 已经就是完全的流子了 今年是留一棵苗 收子 种子 然后下面呢 尝试种几棵 这个秋葵 因为我们这边 德北还是偏冷 所以呢 秋葵从来都不敢尝试 那剥的种子发芽了 然后就分株了 10颗苗 我不知道种的会怎么样 最近进入了降温期 感觉它生长的速度 马上就减慢了 然后呢 这叶片也变得开始柔软了 因为夜间的温度现在是11到13度 非常的冷 然后白天要是热的话呢 能上到27 8 所以一下子就感觉这个秋葵 洗热的 这个秋葵呢 就有点吃不消了 那状态不是很佳 那估计在德北 种植秋葵还是挺难的 施肥方便的话呢 我就用这个Biu的 这个Flanzenarum 完全的有机肥 一个瓶盖子 兑食生的水 10天左右 就是罐根的方法 就是浇一遍这些 番茄和黄瓜 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 无论大家用自制的 有机肥 什么样的肥都可以 水溶肥 夏天浇灌是最棒的 不要用缓施肥 就是哪怕是有机的 都不要用什么羊分 干牛羊分都不要用了 因为太热 然后容易烧根 我也不做任何的产品 推销 大家可以自己找 就适合你 种植的有机肥 水溶肥就好 定期施肥的另一个好处呢 就是能让植株增强抗病性 其实植物跟人一样的 你把植物当人养就对了 因为人嘛 人呢 如果营养一直都跟上的话呢 抵抗力也是会好的 植物也一样 对植物了解了 会让花 种菜也是易如反掌的 看我的窝笋 这么老出一根 在种植上 无论是种菜还是种花 前期的土壤机制做好了 那么后期就是日常的养护了 播种分株 移栽 浇水 然后呢 控芽 叶片足够多的情况下 就要打掉下边的这些 离土表径的叶片 让这个养分能集中的供给花 还有上面的嫩芽 不至于过多的消耗 这样呢也能减少后期的 这个病虫害的发生 如果过于干旱的话 一天早晚两次浇水 还有施肥 除虫 除草 做好这些 也就轻轻松松 就等着收获了 这就是我小菜园 一如既往的种植体会 打雷了 准备又要下雨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一起开心种花 种植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谢谢